第1031章 龙族的友谊 我是用数祖传承的高层次生命能量尝试着注入到他的神识之中 让他神识内被入侵的毁灭意念被生命能量中和 这才能让他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当他的毁灭属性变得不稳定的时候 我就会继续为他注入浓郁的生命力 帮他控制好自身能量的这个强度 不过 他不能再突破了 如果他真的达到黄者那个层次 毁灭属性必定会再次进化 至少以我现在的能力 是不可能为那种状态下的他压制住的 而且很可能在进化的过程中他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 现在他和我在一起 是唯一活下去的办法 我也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他 诸位应该也看到了 我与凶龙之间缔结的是平等契约 所以我对他没有任何束缚 他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们才能以这样的方式相处 唐三虽然说的委婉 但也相当于是明确告诉龙族众位龙王 凶龙你们是要不回去的 要回去也是各死 至于其他变异龙族是否能够帮助其解决问题 我觉得我可以进行一些尝试 我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成功 但我相信足够高层次的生命能量对于任何种族来说都是有意无害的 所以 等战皇之战结束之后 如果徐兄和众位龙王都同意的话 我愿意一试 看着唐三脸上的微笑 徐安宇长出口气 率先站起身 朝着唐三攻身一礼 进族长 无论是否能成 有你这句话 我代表龙族谢过了 未来有需要用到我们龙族的地方进族长尽管开口 蓝金树族与我龙族的友谊地久天长 唐三赶忙起身还礼 不得不说 徐安宇的这番话让他对这位光明龙王的看法有所改善 之前唐三不喜欢他 主要是因为徐安宇搭讪过美公子 下意识的唐三就会将对方当作情敌来看待 但目前来看 他确实是有他的龙格魅力在 所以才能让这么多龙族对他心悦成福 他刚刚这番话 就让唐三高看他一眼 没有纠结于凶龙的归属 甚至在不知道唐三是否能够成功的情况下就摆出这样的态度 可见其性格的大气 徐兄客气了 我一定尽力而为救世 唐三认真的说道 徐安宇到 现在是战皇之战的特殊时期 进族长 我代表龙族无以为报 其他人我做不了主 但我可以做主 徐环赛当我们对上的时候 我那一场可让与进族长 一感谢进族长对我龙族之恩 唐三看他竟是如此诚意十足 自然也不会拒绝 那就多谢徐兄了 徐安宇无疑是这次战皇之战最强的竞争者之一 能不和他战斗 唐三暴露的可能性就会更小一些 自然是好事 而徐安宇敢这么说 也充分显现出了他强大的自信 那分明是自信于哪怕是让给唐三一场 自己也能进入最后的前三名顺利出现吗 进族长 那我们就告辞了 等大赛结束之后 我们好好聚聚 未来还要多给你添麻烦 徐安宇没有在坐下 十分客气的向唐三告别 带着众位龙王离去 当然 吕扶瑶并没有跟随他一同离去 唐三将他们送走之后 这才重新回到房间之中 吕扶瑶的情绪依旧十分激动 进族长 真是多谢你了 你说的没错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大哥肯定已经被放弃了 那天拍卖会之后 我本想去找你的 却被族中长老制止 没想到大哥却是因祸得福 这真的是太好了 唐三微笑道 难怪今天刚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你是感受到你身上的杀气 吕扶瑶脸上一红 但很快就颓然道 进族长 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傀儡龙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徐安宇刚才说的 只是被美化过的一部分 实际上 傀儡龙作为试验品 要经历的痛苦你无法想象 各种奇葩的尝试都会放在我们身上 如果不是我们龙族本身身体足够强大 经得起折腾 在那样的折磨下根本就不可能活下来 我和大哥都曾经是傀儡龙的一份子 大哥更是最强大的傀儡龙 他以前还不是一直都处于疯狂状态的 只是阶段性会陷入疯狂 在他清醒着的时候 对于我们所有傀儡龙都非常照顾 没有他我早就死了 也正是在他的帮助下 我才能解决自身金属化的问题活下来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大哥其实帮助了很多龙族 但在龙族内部 对于我们这些傀儡龙出身的龙族都是有所排斥的 我们也同样不认为自己是和他们一样的存在 唐三心中围动 道那水晶大妖黄呢 他可是上一代的龙主 好像他对龙族并不排斥啊 吕扶瑶苦笑道 水晶缅下是不一样的 他的血脉在最初变异的时候就是成功的 所以他其实没有成为过傀儡龙 自然也就没有受过我们那样的痛苦与折磨 自然是不同的 后来又很快变强 成黄 那自然是龙族所有的资源都向他倾斜 他是健康成长起来的 当然对龙族没有隔膜 但是我们不一样 傀儡龙就算死了 尸体都要被解爆 作为研究材料 说到这里 他眼中流露出恨恨之色 进组长 还要麻烦你多多照顾我大哥 以后但有所需 你一句话 赴汤导火在所不辞 唐三道 吕兄放心 我与凶龙已经缔结平等契约 我们是伙伴关系 我自然会全力以赴的帮助他解决自身问题 对了 你能不能跟我讲讲有关于傀儡龙的情况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徐兄 那后面肯定是要对傀儡龙进行一定尝试 看看能否帮助其中一部分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解决傀儡龙的血脉问题 那么 唐三说第一 绝对没有人敢说第二 他来到这个世界也有很长时间了 自身就有那么多种血脉烙印 还进行过超级血脉融合的尝试并且成功了 最难得至阴至阳属性都被他融合完成 可以说 所有高阶血脉他都熟悉 帮傀儡龙解决血脉变异出现的问题 是有一定把握性的 吕扶瑶点点头 道 徐安宇还是可以的 他其实一直主张给予傀儡龙与正常龙族同样的待遇 对我们傀儡龙算是亲和的了 也确实是在为这方面想办法 他还说过 如果他能继承龙主之位 将会大幅度的降低血脉研究的投入 并且保证研究的安全性 给变异龙族以公平的待遇 所以 我也是支持他的 难得有这么一个有良心的 比按摩大腰黄强多了 嗯 徐兄确实是优秀 唐三点了点头 连憎恨龙族的吕扶瑶都这么说 可见徐安宇在龙族之中的威望 如果他能够成就皇者的话 说不得还真的有可能成为龙族的一代雄主了 第1032章凶龙的地位 吕扶瑶道 目前我知道的傀儡龙 应该还有100多位 不到120这个数量 绝大多数傀儡龙都不是出在实力问题上 而是出在神智上 因为在承受变异以及实验的时候 承受的痛苦太大 从而出现创伤性的应激反应 从而伤害到了龙脑神经 以及神石本源 我说的这些 还是王者以上级别的 不到王者的我还没有计算 不到王者的傀儡龙 很多都是在冲击王者的时候死去的 而能够活下来 还依旧是傀儡龙的 也基本都是神智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另一部分则是恢复自由了 唐三心中暗暗震惊 他虽然早就知道龙族强大 但听了吕扶瑶的介绍之后 才真正明白龙族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只是傀儡龙这样的存在 龙族就有上百位妖王级别以上的存在啊 这是何等恐怖 这还没计算正常龙族呢 所以 一直以来龙族都被称之为 大陆第一强族还是实至名归的 哪怕是没有了水晶大妖皇的坐镇 水晶城也不会被夺走 神智上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通过神石梳理都很难 因为强行神石梳理 死过几名傀儡龙之后 龙族也就不敢再这么做了 只能是用那种项圈来进行控制 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的傀儡龙 神智会被直接驱使着去战斗 我大哥就是曾经的傀儡龙之首 我们所有傀儡龙都扶他 他在清醒的时候帮助过很多傀儡龙 可以说 如果没有大哥在 我们这些傀儡龙还要至少再多死三分之一 像我这样在大哥帮助下变成正常龙族的 都有六七位了 我之后就联系他们 带他们来拜见大哥 不知道进组长方不方便 唐三点点头 道这个没问题 随时都可以 那就太好了 多谢进组长 吕扶瑶大喜过望 向唐三再次行礼 唐三道 吕兄不必这么客气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选择了认输 应该是我说谢谢才对 不不不 这战皇之战本来我也不可能走到最后的 能够见到大哥恢复神志 对我来说比任何事情都要开心 不过 后面的比赛还要请进组长多多护着我大哥 别让他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但他的意思唐三自然是明白了 吕兄放心 我和凶龙是平等契约 而且我们也是伙伴 不只是战皇之战的伙伴 未来也是 唐三承诺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唐三又送走了吕扶瑶 住处这才安静下来 从吕扶瑶那千恩万谢的样子就能看得出凶龙 在傀儡龙之中确实是有着不低的地位 一百多位傀儡龙 这都是个意外之喜了 第一轮的循环赛落下帷幕 其中 最让观众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唐三这个紫金碧战士了 其他的各场比赛之中 和淘汰赛时相比 大家在战斗的时候都要收敛了不少 没有特别拼命的 毕竟循环赛的日子还长着呢 每天都要比赛 连续要面对众多的对手 谁也不愿意从一开始就让自己状态受到严重影响 从而影响到后面的比赛 而唐三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 在所有观众眼中 他都绝对是循环赛包括女选手在内最弱的一个 可他就是在不断的创造着奇迹 而且他所创造出来的奇迹都与他在拍卖会上获得的拍品有关 现在谁还敢说他人傻钱多 人家的拍品是真正体现了价值的 剑胜雕像带来两场胜利 针对性的用玄规盾战胜了天地一剑 这同样是让人惊奇的比赛 而最新的一场 这位更是召唤出了强大的凶龙 并且能够将其掌控 这才是最为奇葩的 凶龙一出 金属龙王吕扶摇直接认输 让他又获得了一场循环赛的胜利 而接下来的比赛中 毫无疑问凶龙将会成为他的主要战斗力 这几秒临再怎么差 那也是十一阶大金王层次的强者 配合凶龙 用生命能量辅助凶龙 他这个最弱小的参赛者 一下就变成了热门选手了 紫金币的威力竟然才是最大的吗 这着实是颠覆了许多观众的三观 但是十胜于雄辩 人家现在就是从咸鱼辩热门了 不是种子胜四种子选手 这也是唐三希望观众们 尤其是皇者们感受到的 继续渐进的通过自己的拍品 来让自己顺理成章的在比赛之中走下去 明明看似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发生之后还不会让人觉得突兀 这才是他的目的所在 虽然不知道之前的对手会是谁 但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 他总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力的位置上 不过 接下来他要面对的对手却是一块硬骨头了 相比于光明龙王徐安宇曾经搭讪美公子 这位可是曾经亲自上门 前往家里程提亲过的 这是唐三真正的情敌 也是当代列天成成主 未来比萌剧瘦一脉的继承者 金安国 金安国第一场在和光明龙王徐安宇的碰撞中选择了认输 只是进行了试探性的比拼 双方的底蕴都没有显露出来 但是 输掉一场他还能认 再继续输下去可就不一样了 那就相当于是要放弃战皇之战了 所以 哪怕唐三展露了凶龙 但他与金安国这一战 还是要硬桥硬马的碰撞一番 凶龙骑士 紫金必战时近秒灵 对阵列天成主金安国 这一战民间甚至有撕开的盘口 盘口情况经由蓝金数族的长老们那里传到了唐三尔中 还是认为金安国能够获得比赛胜利的多一些 毕竟 人家也是一族之长 比蒙巨兽更是当今最强大的种族之一 男选手这边 就一个金安国出现了 他更是代表着整个种族 对于这次战皇之战也有着势在必得的味道 绝不可能轻易放弃 比蒙巨兽族的底蕴有多深厚没人知道 但毫无疑问 绝不会少 而唐三的底牌似乎已经都出得差不多了 拍卖下来的能够有用的就这些 最多再加一个光明龙枪 光明龙枪虽然是一件不错的神器 但也要看是在谁手中的 如果是在徐安宇手中那就不一样了 但一个本身就不擅长战斗的蓝金数族组长 拿着神器龙枪又能如何呢 就看匈龙的实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了 还有就是近秒灵是否能够与匈龙拥有一定的配合 在万众期待之中 比赛日继续到来 今天的第一场 男选手比赛还是光明龙王徐安宇继续出场 他将要面对的正是昨天输给了唐三的金属龙王吕扶摇 胜者对负者唐三稍后对金安国也是如此 排名5678的四位选手也是这样的方式 在下一轮唐三就要面对徐安宇了 之后才是他们与后面四位之间的碰撞 今天主持比赛的裁判又换了人 这次换成了无尽天金皇 这位掌控着水元素的强大皇者 徐安宇和吕扶摇同时出现在比赛台上 双方行礼之后 吕扶摇直接选择了认输 第1033章月季 这就是龙族在战术上的运用了 司宝徐安宇 当然 至于暗黑龙族那位是不是配合 唐三就不知道了 但从这一点也能看出 哪怕是傀儡龙出身 吕扶摇也是很认可徐安宇的 徐安宇两战两胜 立刻就成为了男选手这边的第一名 而吕扶摇却是两战两败 情况就不那么好了 下一轮 他将要面对的又是金安国这样的强者 情况就更是难料 但唐三估计 下一轮 当吕扶摇遇到金安国的时候 一定会全力相拼 尽可能的降低金安国的战斗力 从而影响他后面的比赛 给徐安宇减少竞争对手 男选手今日的第一场比赛结束 紧接着就是女选手上场 上一轮 在第一场就获得了胜利的美公子要出场了 虽然唐三在下一场就将要面对金安国这样的强者 但对自己的比赛他都不怎么紧张 而美公子的比赛 他却是真的紧张的 这一场美公子面对的是上一轮的败者 说起来 这个败者正是败给了猎天族蓝墨浅的 乃是一位明月花金族的选手 正位在上一轮败给蓝墨浅的时候 还受了点伤 但蓝墨浅也不好受 被这位在最后时刻不惜发动月计的种族本命能力创伤 前胜一招 庄方登场 美公子和那位明月花金族的女选手彼此行礼 无尽天金黄分别看向双方 双方准备 明月花金族选手双眸闭合 顿时 头顶上一轮明月光蕴闪烁 但周围的空间却是暗了下来 明月领域 美公子身上依旧是荡漾起一层层的银色连衣 一扇扇空间之门悄然开启 让他周围的一切都被渲染成了银色 感受着双方的能量波动 在观察明月花金族的情况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这一场 问题不大了 一朵朵蓝色的大花在明月花金族女选手身边盛放开来 这位女选手名叫沈潇 明月花金族大金王 上一轮在蓝墨前动用了三件神器的情况下 依旧将对手创伤 自己也是受创失败 但经过了一晚上的调整之后 沈潇至少从表面上看 似乎是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那一朵朵蓝色大花带着智音之气生腾 在月光的照耀下 荡漾着淡淡的蓝色光雾 在天阳天金黄没有崛起之前 绿阳花金族其实整体实力是不如明月花金族的 在那个时候 明月花金族才是最强大的金怪族 略胜略阳花金族一筹 直到后来 略阳花金族有了天阳天金黄这位似天皇者 这才扭转了形势 由此可见明月花金族的底蕴有多么强大了 此时 在明月领域的笼罩之下 沈潇的身形渐渐被那一朵朵盛放的蓝色大花所覆盖 但随着无尽天金黄一声比赛开始 中央隔绝双方的屏障消失的一瞬间 至阴之气就犹如海潮一般 朝着美公子的方向铺天带地而来 美公子身体周围散开的空间之门顿时像是被冻结了一般 迅速变得迟滞起来 月光照耀 飞速地向这边侵袭而来 美公子脚尖点地 郊区翩翩起舞 天机舞直接舞动起来 一扇扇心的空间之门不断地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向外绽放 吞噬着那些置阴之气 但不得不说 置阴之气的侵袭性极其强悍 就算是空间元素 都受到其影响 每一扇空间之门能够吞噬的置阴之气都是有限的 在吞噬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崩解 就在这时 沈潇头顶上方的月光突然发生了变化 原本皎洁的白色月光骤然间变成了蓝色 其异的蓝色让整个比赛台的温度骤降 至阴之气瞬间席卷全场 月季 这一招 正是在昨天最后的比拼中 他用出来和蓝墨浅对拼的 并且险些翻盘 而今天 他却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 一上来就用了大招 毫无疑问 他这是要给美公子一个措手不及 美公子是昨天比赛的胜利者 而且战胜的对手也相当强悍 琉璃金族那位的武行之力可绝对不弱 所以 沈潇在比赛开始前就给自己制定好了战术 一上来就全力以赴 不试探 奋力一搏 所有的空间之门在这一瞬似乎都被月季的力量冻结了 这是明月花金族最强大的天赋能力 能够点燃所有的明月花化为智音之力 预计一出 天阴地寒 一旦被这智音之气侵染 智音之气就会如同复古之躯一般飞速的入侵 尤其是在这种比赛场上 当智音之气找到了与自己不是同样属性的存在时 所有的智音之气都将以其为中心迅速的凝聚过去 直到将其化为与自己一样的属性为止 预计是无法闪避的 这个大范围的能力只能是凭借自身修为硬抗 可一旦被智音之气围攻 那么想要挣脱就极其困难 昨天沈潇是在落入下风之后才发动的月季 而那时候的蓝墨浅却是瞬间爆发出了强大的攻击力 在自身被智音之气侵染的同时 给了沈潇致命一击 被黄者挡住 从而结束了比赛 而今天 沈潇却是在第一时间就动用了乐计 就是为了克制美公子的空间属性 不让他将空间属性完美的发挥出来 果然 那一扇扇空间之门纷纷被冻结 恐怖的压迫力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凝固似的 天空中的明月似乎在放大 蓝色也变得越来越深邃了 美公子原本优美动人的舞蹈也因为四面八方而来的 智音之气而停顿了下来 身边那一扇扇空间之门在智音之气的侵染下 开始出现崩解的状况 都能看到 那肉眼可见的蓝色光运飞速朝着美公子蔓延过去 美公子秀美微醋 面旁因为有面纱遮挡 看不到他的表情 但下一瞬 同样森冷的气息骤然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与月记纳智音之气的森冷不同 美公子此时爆发出的森冷似乎是源自于神石 也侵染神石的 那是沙气 沙气犹如颈喷一般从他身上喷勃而出 周围的那一扇扇空间之门在沙气的侵染之下 就像是重新活过来一般 银色光辉重新有了火力 月记带来的智音之气更多的被空间之门带走 而美公子的双眸在这一刻却多了一抹淡淡的粉红色 驱空一步跨出 美公子已经到了半空 在他身体周围的空间之门顿时迸发出璀璨的银色光彩 瞬间将智音之气向外扩张了几分 能够进入到复赛阶段 任何一位选手都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沈肖自然也不例外 眼看着美公子凭借着一种全新的领域之力叠加空间领域 有要挣脱月记的趋势 他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 天空中的深蓝色明月突然化为雪红色 顿时比赛台上的空气都在瞬间变得粘稠起来 智音之气疯狂了 疯狂的爆发几乎是瞬间就冲破了美公子超过三分之一的空间之门防护 而其他的空间之门也以惊人的速度破碎着 雪月记 第1034张雪月记 修罗初 雪月记 这是明月花金族拼命的手段 沈肖被第一天金黄寄予厚望 而且 女选手之中 妖怪族选手只有三名进入复赛 而金怪族却有六位 除了各个种族自己的利益之外 他们这些参赛者还要考虑到种族的利益 日晨帝国现在已经在男选手那边陷入劣势了 那么 女选手这边 他们就要尽可能的获得优势 从而争取占黄之位的名额 昨天在面对蓝莫浅的时候 他最终犹豫了一下 没有动用雪月记 但今天 他却用了出来 再输掉这场比赛的话 他可能就真的与战皇之位无缘了 而想要动用雪月记 不但要凭借明月花金族一件名为雪月的神器之外 还要以自己的精血为祭品才能发动 用过之后 就会元气大伤 不过 只要能够战胜美公子 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消耗的元气还能够使用天才地宝来弥补 而雪月记发动的瞬间 美公子果然立刻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制 他的空间之力虽然极其强大 但在这个时候 却被雪月记压迫的连斗转星仪都无法使用 这种大范围的强势攻击 是最为克制斗转星仪的方式 沙神领域与空间领域之间的结合 也被雪月记这强大的能力全面压制 空中的雪月飞速放大 至音之气在那雪色的眼影下变得无比凶悍 美公子身在空中 必无可避 所有的空间都被雪月记封锁了 隐藏在明月花之中的沈骁 正在快速的吞噬着天才地宝 弥补自己的精血亏空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胜利 但也就在这时 坑的一声清脆剑鸣突然响起 美公子身上所有的杀气几乎是瞬间收敛 他抬着头 目光看向空中的雪月 一道惊天鸿芒瞬间从他的眉心处喷射而出 美公子的郊区在那惊天鸿芒出现的瞬间同时消失了 身见合一 沈骁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感觉 在他的感知中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分隔开来了似的 而他手中 那块椭圆形的雪红色宝石剧烈地颤抖着 神气雪月 竟然在恐惧 而也就在此时 美公子已经再次出现 他的人在半空之中 空中那变成了雪红色的巨大月亮 仿佛就在他面前似的 在他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柄长剑 同样也是雪红色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在所有观众眼中 他手中那柄长剑上的雪红色与天空中雪月的颜色却是截然不同 雪月的光芒在那剑芒的眼映下暗淡 雪月记所带来的恐怖至阴之气竟是根本无法侵袭到他身前就自行溃散开来 美公子没有去寻找明月花中的沈骁 他双手握住手中修罗神剑的剑柄 缓缓将他高举过头 同样的雪剑 当初在祖庭精英赛上的时候 皇者们也曾见到过 但此时此刻的修罗神剑却似乎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就连皇者们都能从这柄长剑上感受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压迫感 尽管它是雪红色的 但又仿佛有着天地正气之凝聚 至阴之气无法侵袭 也正是因为这正气凛然所震慑 剑圣大妖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了自己的休息室 看着美公子手中的修罗神剑 喃喃的自言自语道 审判之剑 这才是真正的审判之剑吧 下一刻 美公子手中修罗神剑已经斩了出去 璀璨的雪红色剑芒直奔那雪月而去 是的 他要剑斩雪月来破掉这雪月计 我认输了 神霄带着惊恐的声音几乎是瞬间响起 无尽天金黄几乎是瞬间出现在雪月之前 双手一合 深蓝色光运涌动 夹住了修罗神剑的雪红色剑芒 而那雪月也是瞬间消退 下方的领域也是全部消散 露出了沈肖的本体 美公子手中修罗神剑化为红光重新从眉心处钻入消失 向空中的无尽天金黄微微躬身致意 然后引动自身的空间之力 顺移而去 美公子获胜 无尽天金黄宣布道 下方的沈肖明显有些呆滞 他其实并不知道修罗神剑是怎样的存在 但他却能清晰的感受到 自己的雪月计根本就无法作用在那柄奇异的神剑之上 之所以认输 是因为地音天金黄的声音刚才在他脑海中响起 唤醒了他 让他认输的 而就在此时 沈肖却清晰的听到 自己手中传来一声清脆的咔嚓声 低头看时 只见掌中的神器雪月上 竟然多了一道裂痕 要知道 刚才修罗神剑并没有真正斩中雪月神器啊 这裂痕 刹那间 沈肖只觉得自己全身一阵冰凉 如果不是听从地音天金黄的话 在第一时间认输 自己的雪月如果被对方给斩了 那么无论是自己手中的神器还是自己的本体 想要活命恐怕都是奢望了 无尽天金黄在宣布了美公子获胜之后 自身也化为一道蓝光头向山腰的方向 参赛选手们都很好奇 怎么了这是 一般一名裁判至少主持三场比赛才会更换 无尽天金黄这是去做什么了 无尽天金黄直接返回了自己的休息室 并且传音道之天狐大腰黄 要求更换黄者 而直到进入休息室之后 从他的额头上一道雪线才蔓延下来 一直到接近小腹的位置 蔚蓝色的光运不断从两侧向内弥合 想要恢复这伤势 但那雪线每次被弥合之后 却又会再次出现 那道残留的剑意似乎是如此的源源不绝 无尽天金黄此时的眼神中环流露着骇然之色 当时他在出手阻止美公子的时候 并没有权力以赴 因为在他看来 再怎么强大的大妖王和黄者之间的差距也是巨大的 就是这一瞬的大意却险些让他受到重创 当他真的出现在修罗神剑正面的时候 他才深切地感受到那神剑的风瑞士何等的恐怖 如果不是他第一时间就赶快全力爆发 再加上美公子听到对手认输已经收手 那就不是眼前这一道血线这么简单了 这位金怪族中最弱的黄者 现在神识都还在震颤着 那分明是对先前那柄神器的恐惧 毫无疑问 那是美公子的本命神器 而且在之前祖庭金音赛的时候也曾经动用过 可是这件神器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了 孔雀妖族什么时候拥有了这种恐怖存在了 别说无尽天金皇和众位黄者震撼 就算是美公子自己 此时回到休息室之中 也有些不敢置信的感觉 这还是他在获得了影魔剑之后 第一次使用修罗神剑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将修罗神剑与影魔剑之间融合链化 实际上是相当于给修罗神剑的投影剑 一寻找了一个载体 而事实证明 有了载体之后的修罗神剑 能够发挥出的已经不只是普通神器层次的魏能 是真的有了一丝超神器的气息了 美公子甚至能够通过现在这实体的修罗神剑 感应到修罗神剑的本体正以高速朝着自己的方向归来 第1035章两战两胜 更加重要的是美公子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超神器修罗神剑 会在什么时候来到自己身边 这个时间他都还没告诉唐三呢 今天在面对对方雪月季 他已经无法应对的情况下 只能动用了修罗神剑 在当时那种情况 哪怕是白虎变和凤凰变都不足以扭转局面了 除非他用出面盘重生来 才有可能应对过去 但相比于在祖庭精英赛上已经被见过的修罗神剑 凤凰变还是越挽用越好 尽可能不让其他皇者看出自己与凤凰妖族之间的关系 否则的话 自己想要成就皇者的阻力就会非常大 这是唐三给他分析过的 在这次战皇之战上 凤凰雪脉尽可能的不要使用 未来想要成皇 还有真正的成皇节呢 那时候再用也不迟 到了那时候 有不死大妖皇和白虎大妖皇的庇护 就算是其他皇者发现了他的凤凰雪脉也无济于事了 所以 不到生死关头 凤凰涅槃他是不会动用的 但美公子自己也没想到 修罗神剑的威能竟然恐怖如斯 当他手握修罗神剑的那一瞬间 之前对他还有着致命威胁的致阴之气立刻就被驱散在了一旁 根本就无法清洗到他身前 而自己仿佛就成为了天地中心一般 一剑斩出 审判雪月 那时候修罗神剑传递给他的意念就是无坚不摧 无尽天金黄的强大黄者雪脉之力固然绵绵不绝的阻挡着他的攻击 但在那时候 美公子却明显感觉到那些绵密的水波曾经被自己攻破了一瞬间 但他还是赶忙收敛建议 把修罗神剑收回来了 尽可能的不暴露修罗神剑的威能 而此时 全场观众却已经是一片哗然 要知道 代表明月花金族出战的沈潇 本身就是女选手中的热门人选之一 金怪族这次有六位女选手出现 沈潇的实力绝对是明月前茅的 毕竟 除了列阳花金族之外 最强大的金怪族就是明月花金族了 可谁能想到 他在连雪月季都用出来的情况下竟然还是输掉了比赛 绝月季本来就是接近于舍身机的 一旦使用 就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 哪怕是以天才地宝 也要时间的 是伤及根本的 可就算如此 还是被美公子给一剑斩了 那雪剑是什么 没有人会认为修罗神剑是魔器 因为他那时候所散发出的天地正气是如此的震撼群伦 正位来自于孔雀妖族的美公子 实力竟然如此强大的吗 此时此刻 伴随着美公子两战两胜 先后击败了两名强大的对手 再也没有谁认为他之前的淘汰赛轮空不合理了 也伴随着这两场胜利 他一下就成为了热门 站在自己休息室外 完整地观看了这场比赛 唐三脸上流露着欣慰的神色 成了 美公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已经让修罗神剑与隐魔剑之间真正完成了融合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完成融合之后的修罗神剑 真正开始释放出了属于超神器的一些威能 有了他护体 现在就算是黄者想要伤害到美公子都不是容易的事 他总算可以说是安全的了 哪怕没有自己在身边 以修罗神剑的守护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之前哪怕美公子不直接使用修罗神剑 当那只因之气侵入他体内之后 也无法伤害到他 那时候修罗神剑就会自然护体了 只不过现在对于融入了隐魔剑 拥有了一定本体特性的修罗神剑美公子还不算太过熟悉 相信通过这一战之后 他会对修罗神剑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美公子两战两胜 目前在所有女选手之中名列第一 与光明龙王徐安宇并驾齐驱 来选手第二场 双方出场 天狐大妖黄似乎对修罗神剑并没有什么感受 继续主持着大赛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 轮到自己了 他下意识地向旁边看去 今天宁陈恩并没有从休息室里出来 也不知道是不想看到唐三 还是说已经放弃了他这个罪弱的牵卫 不希望之后碰到他 宁陈恩在下半区 等到上半区比拼结束之后 后面的比赛也是必然会碰到的 唐三腾身而起 直接朝着比赛场地之中落去 旁边不远处 列天城城主 比蒙巨兽族组长金安国也同样是腾身越起 双双进入比赛场地之中 紫金碧战士 紫金碧战士 唐三才一入场 看台上立刻就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而且 这范围还相当之大 这次 这些呼喊的声音之中少了许多嘲讽 更多的是亢奋 连唐三自己都有些惊讶了 从比赛开始之后 自己就是投机取巧地 获得着一场场比赛的胜利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支持自己 实际上之所以有这么多观众开始选择支持他 主要是因为同理之心 很简单的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 顶级强者的数量终究还是稀少的 而大多数人又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强者 唐三这个来自于蓝金树族的组长 个体实力明明非常弱小 可是 凭借着金钱武装了自己 却就是一场场地战胜了对手 不断地获得胜利 那么 这些观众们就会想到 我有钱我也行啊 我要有戒圣大妖皇的雕像 我也能战胜对手 我要有玄归盾这样的防御 我也能抵挡得驻天帝一剑 我要有凶龙 说不定也能大杀四方走到最后成就皇者呢 所以 在很多观众眼中 此时唐三这个紫金币战士就相当于是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士的 自然而然就得到了这些观众的支持 唐三自己要是知道情况是这样的 估计对这种支持也会哭笑不得 金安国稳稳地落在唐三对面 他的眼神很平和 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只是目光灼灼地看着唐三 这场比赛 他已经输不起了 想要以前三名的成绩出现 最少也要在循环赛之中获得六场比赛的胜利才比较稳 他现在已经输掉了一场比赛 而总要留下一场给自己作为后面的容错 所以 这一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输掉比赛 因此 金安国此时此刻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 对他来说输掉这场 就相当于是输掉了整个战皇之战 再想要在后面获取战皇之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 他已经是将这场比赛当成了自己的最后一场 有关于这位金秒灵的情况 昨天晚上他和宁陈恩 蓝目前讨论了很久 他们最后统一了认识 这个金秒灵绝不简单 不是传统意义上蓝金数族那么孱弱 每一场比赛看起来都是幸运的 但哪来的那么多幸运 哪怕是超级拍卖会获得的这些东西 在拍卖会开始之前他应该也是不知道的 但从比赛开始后 他始终都是如此的淡定从容 无论面对怎样的对手都是一样 每一场赢得都是恰到好处 所以金安国现在早已不把他看成是蓝金数族了 而是完全和自己对等的对手 第1036章唐三对阵金安国 看着对面的金安国 唐三的眼神也十分平静 这可是他心中最大的一个情敌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去向美公子求婚过的 自己都还没跟美公子求婚呢 他倒是去过了 所以天然的唐三就对金安国心中有很强的敌意 皇者从天而降 本场比赛作为他们裁判的 赫然正是不死大妖皇 这位可是天与帝国这边实战能力第一的皇者 之前美公子战胜对手 误伤了无尽天金皇 普通观众感受不到 但皇者们却都是知道的 他们内心又何尝不震撼 一名大妖王级别的存在 竟然能够伤到皇者 不死大妖皇心中震撼的同时 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但是刚才那一剑 就已经基本上意味着美公子能够从循环赛中脱颖而出了 那一剑 绝不逊色于之前的天地一剑 但从神器上来看 还要更强 否则也不可能伤到无尽天金皇 而眼前这场比赛 金安国出场 更有着昨天召唤了凶龙 相当于二打一的蓝金术族组长 谨慎起见 天狐大妖皇还是让不死大妖皇亲自出场作证 以免出现问题 对此 天狐大妖皇是征求了天阳天金皇意见的 天阳天金皇并没有反对 双方准备 不死大妖皇看看左右双方 平静地说道 唐三自然是毫不犹豫地动用契约 召唤出了凶龙 尽管昨天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但当凶龙再次出现在比赛台上 他那紫黑色的鳞片 恐怖的凶威 还是让所有观众为之亢奋起来 昨天凶龙并没有真的与对手碰撞 但今天那可不一样了 凶龙出现 直接承载起唐三的身体 虽然凶威不减 但却明显没有要疯狂的味道 很显然 蓝金树族这位族长是真的压制住了他的疯狂的 这让蒙族为之亢奋 也让所有观众内心之中充满了期待 另一边 金安国眼眸之中迸发出暗金色的光彩 下一瞬 他的身体就已经迎风暴涨 转瞬间已经化为了身高超过17米的庞大巨兽 比蒙巨兽有陆地最强之称 作为比蒙巨兽一族当代的族长 列天成城主 金安国自然更是其中巧楚 从他身上迸发出的气血之力 几乎是瞬间就让身体周围的空间都出现了破碎的痕迹 仿佛在这个空间中都有些无法承载住他的身躯了 强大的气息在空气中迸发流转 金安国全身都覆盖着暗金色的光运 一双巨大的手臂无比粗壮 长达两米的利爪弹出 这是能够撕碎龙族和凤凰妖族身躯的恐怖武器啊 暗金色的皮肤表面 毛发宛如钢针一般 一双胸襟盯视着唐三身下的凶龙 气势疯狂跋生 毫无疑问 在所有人眼中 这都是一场金安国与凶龙之战 作为辅助的唐三究竟能够发挥出多少作用 那就没人知道了 唐三坐在凶龙巨大的头颅略微靠后一点的地方 背后的八根尖刺与凶龙头部的那封锐凸起缠绕在一起 牢牢地将他自身固定在凶龙脖颈之上 手中更是召唤出了光明龙腔 同样是超级拍卖会的拍品 第一次在比赛场上露面了 双方都是体型庞大的巨物 唐三这个蓝金数族几乎是直接就被忽略了 不死大妖皇看看彼此双方 这才沉生喝道开始 下一刻不死大妖皇化为一道鸿芒冲天而起 隔绝着双方气息的能量也是瞬间消失 吼胸龙口中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一双紫色眼眸之中疯狂之意再次迸发 一张嘴就是一道紫色的吐息喷吐而出直奔金安国而去 金安国瞬间侧身别看他现在的身躯如此庞大 但却非常的灵活 闪身之下几乎是瞬间就到了凶龙侧面 右手利爪直奔凶龙下腹插去 另一只利爪则是找上了唐三 暗金色的利爪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撕裂似的 左过之处 空气中留下了一道道漆黑的空间裂痕 金安国的眼神冰冷 显现出此时他非常冷静的状态 凶龙在龙族之中能够如此的凶威赫赫 更是傀儡龙之手 自然也不是一鱼之辈 金安国闪身的同时 他的龙翼就已经拍动起来 带动着唐三的身体猛的向侧面跃起 与此同时 右侧龙翼骤然批出 犹如巨大的闸刀一般 展向金安国 金安国没有后退 反而是向前踏出一步 地面上发出一声轰然巨响 巨大的震荡波从地面扫去 金安国也借助反作用力腾空而起 身上暗金色光芒大放 一双利爪直接劈向凶龙的龙翼 凶龙龙翼猛然上扬 避开了金安国这一双利爪的攻击 另一只龙翼直接拍击向地面 化解了震荡波 与此同时 又是一口毁灭吐息向金安国喷涂而出 暗紫色的毁灭之力几乎是 瞬间就覆盖了大片的范围 但金安国却骤然暴和一声 暗金色光芒从体内迸发而出 强悍的暗金色刚气喷勃 竟是阻挡了一下毁灭吐息 无疑 他也不敢让凶龙的毁灭之力 喷吐在自己身上 金安国的血脉气息在迸发的时候 整个比赛台上的空气都似乎变得灼热了 可见其血脉之强 与此同时 他也是弹身而起 直接就到了十几米的空中 猛人吓扑 一双利爪直接劈向凶龙涅霸的头颅 当然 唐三也就直接被笼罩在其中了 凶龙吐息上扬 向金安国身上扫去 这次 金安国没有闪避 一双利爪骤然斩出 十道风瑞无比的暗金色锋芒印生生的破开毁灭吐息 尽管那锋芒在破开吐息的同时 也在毁灭之力的作用下被毁灭融化 但为他的身躯开通了一条通路 犹如暗金色流星一般 直接砸向了凶龙 凶龙一双龙翼从左右两侧同时拍击而出 与金安国悍然碰撞在一起 通 被一声巨响 金安国庞大的身躯在空中翻转 稳稳落地 另一边 凶龙则是后退了几步 一双龙翼之上 多了几道伤痕 紫黑色的鳞片翻卷 笔蒙巨兽作为陆地最强 这个称号绝对是实至名归的 在陆地上和笔蒙巨兽族作战 就算是龙族和凤凰妖族都无法与其抗衡 就是因为笔蒙巨兽的力爪太恐怖了 成年的笔蒙巨兽利爪足以与神器媲美 拥有无坚不摧特性 哪怕是龙族的鳞片都扛不住其攻击 当然 金安国对于凶龙灭霸的毁灭属性也非常忌惮 除了自身血脉之力迸发的时候与毁灭之力碰撞外 他的本体是绝对不会和毁灭之力接触的 升空 龙兄 唐三座在凶龙背上低声喝道 他刚才一直都没有出手 就是在观察金安国的实力 不得不说 这位能够在笔蒙巨兽族中脱颖而出 甚至是胜过了哥哥们 成为当代列天成城主 确实非同一般 卷脉之力及其凝厚 绝对是属于距离皇者只有一线之隔的存在 如果列天大腰皇陨落 空出了位置的话 他肯定是直接就能接替 第1037章生命之道 战斗技巧 战斗经验都非常丰富 凶龙固然也十分强大 但竟是有点被他压制的味道了 凶龙身体下蹲 下一刻 拍动龙翼就要冲天而起 天空才是龙凤两族的领域 比蒙巨兽虽然达到一定修为之后 也能凭借血脉之力欲空飞行 但和龙族凤凰妖族相比 在这方面却还是差了许多 但也就在这时 金安国的双眼却骤然闪亮起来 一枚金黄色如同令牌一般的东西飞射而出 只听他大吼一声 净空 顿时 一种无形的威压出现在天空之上 仿佛整个世界的规则都被篡改了一般 凶龙涅霸刚刚腾飞而起的身体 就被这股规则之力压迫的重新落向地面 这样的机会金安国当然不会放过 一步跨出 弹身而起 利爪从身体两侧同时向上撩起 带出十道巨大的暗金色光刃 直奔凶龙腹部劈去 竟然有能够净空的神器 这本来就是专门为了对付龙族和凤凰妖族的吧 可就算是准备如此充分 这金安国竟然都放弃了昨天和光明龙王徐安宇的一战 由此可见徐安宇真正的实力应该更强才对 凶龙在这个时候就展现出了自己强悍的实力 巨大的龙翼猛然全部张开 虽然有净空规则的压制 但他的毁灭属性本身层级极高 一定程度的克制住了自己下坠的趋势 与此同时 身上的紫黑色鳞片全都变得明亮起来 化为了亮紫色 看到这一幕原本正在发动攻击的金安国几乎是瞬间转身 脚尖在地面上一蹬 强行化解自己的充饰 竟是扭转身形 迅速朝着侧面冲去 下一刻 一道与凶龙面霸几乎同样体积的巨大紫色光芒已经从天而降 悍然轰击在地面上 金安国如果速度再慢一点 就必然会被这紫色光芒所笼罩 地面没有发出轰鸣 但是一个深达百米的大坑就那么悄无声息的出现了 而且这化为紫色的大坑 紫色光芒还在朝着周围蔓延 溶解着大地 真不愧是毁灭属性啊 丘龙的爆发 微能之强悍 引得观众习一片惊呼 而防护照也爆发出刺目的光芒 阻挡着毁灭属性的侵袭 金安国的脸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 看着全身依旧闪耀着亮紫色光芒的胸龙 他深吸口气 双眸骤然变得红了起来 原本就已经高达17米左右的身躯竟然再次膨胀 变得更加雄壮了 身高也一下就超过了20米 那一双利爪更是增长到了足有三米长 赤血狂化 比萌巨兽足天赋能力 净空激怒了对手 他自身也立刻提升 他相信 毁灭之力如此强悍 凶龙也不可能一直使用 趁着凶龙下一次攻击没有到来之前 金安国已经腾身而起 朝着侧面闪电般掠出 实际上 直到现在 他的攻击一直都是试探性的 并没有全力以赴 他在等待机会 同时也是因为对毁灭属性的忌惮 这就是凶龙的实力 能够与一族之长 更是强大的比萌巨兽抗衡 凶龙轰然落地 落在之前那白米深坑侧面 允有在全力攻击 一双紫色的眼眸中疯狂的味道 渐渐变得浓郁起来 唐三的右手抓握在胸龙独角上 生命能量源源不绝地注入到 他的神石之海中 帮他稳定着情绪 龙兄 咱们不急 他要比消耗的话 那我们就跟他比比 一边说着 唐三身上 蓝金色光芒开始奔涌而出 浓郁的生命能量顿时 从四面八方朝着他的身体汇聚而来 这些蓝金色光芒涌向唐三 自然也会落在胸龙身上 胸龙原本鳞片上已经开始暗淡的紫色 在这些蓝金色光芒覆盖下 竟是重新变得明亮起来 论对生命之道的理解 在这个位面上绝对不可能有 谁能够与唐三相比的 他可以用生命能量来改善 胸龙的神石 为他驱散神石之中的毁灭之力 也可以用生命能量来为毁灭之力做燃料 当年 他还在神界的时候 同为神王的毁灭之神 突然发动叛乱 那场叛乱险些颠覆了神界 但后来神界遭遇到了 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时空乱流席茧而来 毁灭之神幡然醒悟 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向神界执掌者至高神王唐三认错之后 就与妻子生命女神一起 以本体化为神界守护之力 从而让神界稳固下来 当时这两位神王都留下了种子 一直收藏在唐三身边 直到这次转世重生之前 他才将这两位神王的传承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 由宝经磨难的他们传承下这两位神王的传承 执掌生命和毁灭两枚种子这么长时间的他 当然明白生命与毁灭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多少奥妙 当年如果不是生命女神不愿与他为敌 没有站在丈夫那边 一旦他以生命之力来辅助毁灭之力 那么就算是当时的唐三也肯定无法与他们抗衡 可见这生命之力的奥妙有多么神奇了 这是宇宙中最为本源的力量 当凶龙灭霸感受到自己消耗的毁灭之力 正在被唐三以生命汲取领域引来的生命能量快速恢复 甚至可以说是点燃时 他都不禁愣了一下 自从成为了傀儡龙 他在龙族的使命就是战斗 不知道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 面对过多少强敌 但因为自身属性的特殊 就算是受伤了都只能是自己扛着 等着自愈 而此时此刻 他竟然从唐三身上感受到了对自己的辅助 这种感觉就实在是太美妙了 以至于不用唐三去注入生命能量 他的神识都比平时清醒了不少 仰天发出一声畅快无比的龙吟 凶龙灭霸的紫色眼眸钉是向金安国的方向 当毁灭之力能够无穷无尽的恢复时 那么他认为自己就是无敌的 至少在黄者之下 无敌 嗡嗡嗡 三声龙吟响起 灿烂的紫色光芒瞬间从凶龙身上爆发了 顿时 整个比赛台上 所有的一切都被紫光所覆盖 比赛台的面积终究是有限的 当凶龙不惜大量消耗的爆发出自己的毁灭之力时 覆盖了整个空间的毁灭能量自然势必无可避 金安国身上护体的钢气几乎是瞬间就有烟雾生腾 被毁灭之力大量的消耗着 这事 金安国瞳孔收缩 更是惊怒交加 那金秒灵竟然能够凭借自身的生命属性来辅助凶龙 这怎么可能 这还怎么打 金秒灵他当然没看在眼中 但是 金秒灵这也太奇葩了 他的生命能量可以作为凶龙的养分 让凶龙的毁灭之力能够使用更长时间 甚至还有很强的增幅效果 在这一刻 金安国都感觉到自己面对的凶龙灭霸根本就是到了皇者层次了 啊 灭霸又是一声龙云咆哮 那紫色的毁灭之力中顿时多出了一个个身紫色的气泡 每一个气泡爆开的时候 周围的一切都在飞速的凋零 就连比赛台周围的防护罩都开始消融起来 第1038章这不公平 嘹亮的凤鸣声在空中响起 赤热的火焰从天而降 那火红色的光芒融入到防护罩之中 这才勉强挡住了毁灭之力的蔓延 但那火焰也同样在毁灭之力面前大量的消耗着 而在防护罩外围更是出现了奇异的一幕 大量的蓝金色光芒正在飞速的朝着比赛台的方向融入 不只是空气中的生命能量被抽取 就连在场观众们都感受到自己体内似乎有微弱的力量在被剥离出去 唐三的生命能量固然能够成为毁灭之力的养分 但同样的毁灭之力也在他的引导下通过生命变换 让他的生命汲取领域变得更强 二者相辅相成竟是影响到了整个赛场 但是此时的唐三却并不开心 原因很简单 暴露出来的力量太强了 而且还是二者合一的力量 这对于战皇之战本身就有些不公平 恐怕这一场之后 自己想要在和兄龙一起出战就要有麻烦了 这不公平 金安国大吼一声 下一刻 暗金色的光芒瞬间迸发 化为巨大的暗金色漩涡 不再闪避 而是迎着唐三和兄龙的方向凶悍地冲了过来 兄龙在唐三的增幅下 现在全身都犹如覆盖了一层紫水晶似的 虽然依旧是原来争鸣的模样 但在争鸣的同时 也是极其绚烂 他感觉到自己仿佛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真的只要跨出一步 就能进入到皇者层次 但他也明白 如果真的去跨这一步 那就是自己的死期 而面对爆发出戒刃风暴的金安国 他却是无所顾忌 悍然前冲 巨大的毁灭光影与金安国的漩涡骤然碰撞在一起 空 金安国是血状态下的雄壮身体几乎是瞬间就被撞击的飞了出去 单独的凶龙都能与他抗衡 此时有了唐三的辅助 那就更不一样了 这一下的碰撞 瞬间就让金安国感觉到全身骨骼都要破碎了似的 更恐怖的使那强悍无比的毁灭之力侵袭向自己的身体 一对二 真的是没办法 一口吞下一枚蓝金果 并不是拍卖会上十一阶层次的那种 而是十阶的 金安国充满不甘的咆哮道 我认输 但这不公平 一打二 这怎么能是战皇之战 凶龙停止追击 坐在他脖颈上的唐三摊开双手 朗声道 或许金城主认为这有些不公平 但是 规则是阻停定的 是众位皇者勉下的意志 我们都只是遵从诸位勉下的意志来参与这次战皇之战 我所做的一切 也都是在规则的允许范围内的 天空中 不死大妖黄眼神有些复杂的看着端坐在胸龙头上 一脸无辜模样的唐三 也是不禁有些无语 这小子说得这么大声 唯恐观众们听不到似的 这不就是为了驾驻皇者们 让皇者们不能反悔吗 金安国此时正处于嗜血状态之下 谁时本来就是有些不清醒的 听着唐三那一副无辜样子的话语 顿时期的火冒三丈 皇者也有错的时候 错了就要改 你这种二打一的方式 对所有的参赛者都是不公平的 必须要改 否则 我们集体罢赛 唐三呵呵一笑 道 罢赛好啊 要是罢赛的人多了 我是不是直接就能获得一个詹黄之位了 你 够了 不死大妖黄从天而降 脸色严肃的审声道 是否公平 有祖庭定夺 但今日之战 尽秒灵获胜 督下去吧 一边说着他大手一挥 浩瀚的力量悍然而至 无论是唐三 凶龙还是金安国 都被这一下直接扫到了空中 皇者之危张显无疑 凶龙在半空之中 就被唐三收回到了契约之中 他自己也是悄然落向休息室的方向 金安国无奈 身形缩小 重新化为人形 也是落向了自己的休息室 而场中的观众席此时已经是一片嘈杂 赢了 紫禁币战士竟然又赢了一场比赛 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 可赢了就是赢了 而且看上去当唐三与凶龙联手之后 那强大的压迫力甚至都让比萌具受阻 这位族长仿佛是面对了皇者一般 毫无还手之力 事实上也是如此 当唐三与凶龙全力联手的时候 哪怕唐三动用的只有金秒灵的力量 也足以比肩皇者了 毁灭属性加生灭之道 这绝对是极其强悍的组合 两战两胜 唐三现在在循环赛中的积分和光明龙王徐安宇是一样的 而他下一场比赛将要面对的对手就是徐安宇 按照之前的承诺 徐安宇是要主动认输的 这样一来 唐三的积分在下一轮更是会直接达到第一的位置 看来 我们必须要好好讨论一下了 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天狐大妖皇的声音在所有皇者神石中响起 此时 因为比赛台被破坏的太厉害 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 做这日陈帝国这边的天阳天金皇 此时正用神石和唐三交流着 弄这么大干什么 赢了不就行了 你这种破坏公平的做法 肯定是不能让你持续的 天阳天金皇美好气的说道 唐三苦笑道 勉下 我要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做到这一点 今天才刚刚实验出来的 您信不信 我是真不知道会这样啊 而且我也没有违背任何规则 允许使用一切超级拍卖会上的拍品参与战皇之战 这是祖庭定下的规则 总不能祖庭还反悔了吧 您可要为我据理力争啊 我好不容易有点机会来争夺这战皇之位了 免下 我可是您的人 唐三这话半真半假 他之前也确实是不确定生涅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正反双向应用 但能够增幅凶龙他是肯定的 却没想到凶龙还能反馈增幅他的生命汲取领域 从而让双方形成了相生相助的循环 这才让实力飙升 鬼灭领域直接笼罩了一切 达到了皇者层次的战斗力 但那时候再想要也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知道了天阳天金黄美好气的说道 他是相信唐三这番话的 确实当时出现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 中断了神识沟通 唐三回到自己休息室之中闭目养神 蓝金数族的长老们虽然对于他的连胜欣喜若狂 但此时也已经看出了一些不对 唐三和凶龙的结合竟然压制的金安国这样的强者都无法抗衡 那岂不是说占黄之位就稳了 可问题是更多的是借助的凶龙的力量 这必定会引起其他参赛选手的反弹 尤其是天与帝国本来是在男选手这边战绩优势的 务必要争取到更多的决赛名额 现在多了这么个脚屎棍子 几乎能够确认凭借凶龙唐三就能占据三个男选手决赛名额之一了 女选手那边要是再出了问题 天与帝国在这次的战皇之战中就将大败归输了 所以金安国在最后时刻喊出的那些话 实际上也是在提醒皇者们 第1039章皇者的碰撞 唐三自己却是并不担忧什么 就算没了凶龙 他还有其他的应对方法 但如果祖庭不允许他动用凶龙的话 总要给他一个说法才行 至于如何决断 那就让天与帝国和日臣帝国双方的皇者去博弈好了 有天阳天金皇刚才和自己的交流 总不会让自己太亏就是了 有了前面两场胜利的奠定 他从循环赛中出现的概率已经很大了 美公子那边也一切顺利 所以目前一切向好 此时祖庭的众位皇者们也趁着正在修整比赛场地的功夫 正在紧急讨论刚才的比赛情况 从刚才的比赛情况来看 这确实是不公平的 近淼林与匈龙的结合 就相当于是两位大妖王叠加在一起 而且他们之间的属性还产生了一定的增益反应 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甚至已经能够达到皇者门槛的层次了 继续让他们这样参赛 对其他选手实在是不公平 说话的是萌马大妖皇 烈天大妖皇不好开口 他这个至交好友却没什么不能说的 确实是有些不公平的 继续这样下去 别说循环赛了 就算是最后的决赛 三个位置他也必定要占据一个了 同样作为大妖皇的按摩大妖皇陈生说道 唐三虽然还没有和暗黑魔龙族选手交手 但后面总是还要交手的 如果能够趁着现在废掉凶龙 让他在后面无法使用 再加上他已经战胜了金安国和吕扶摇 那对于按黑魔龙选手来说自然是大大的有利 话也不能这么说 规则是之前祖庭制定的 这秒灵并没有违背规则 一切都是按照祖庭的要求进行的 现在我们有什么理由让他不用凶龙 决定将凶龙放在拍卖会上进行拍卖 可是你们龙族的意思 钱也是你们赚走了 第一天金皇淡淡的说道 这位天金皇现在的心情可不怎么好 代表明月花金族出场的选手刚刚败给了美公子 眼看着众位大妖皇就要针对金怪族这边的选手 都不用天阳天金皇示意 他就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大家都说说吧 天狐大妖皇没有明确表态 只是向众位皇者示意 天阳兄你有什么意见 天狐大妖皇向天阳天金皇说道 天阳天金皇才是日臣帝国的最强者 他的意见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天阳天金皇淡淡的道 我同意的因的话 规则是我们制定的 难道现在被合理利用规则获得利益 就要修改规则吗 那以后谁还信祖庭定下的规矩 为什么纪淼淋就不能获得一个詹皇之位呢 事实上各位应该清楚 如果他能成就皇者 并且留在祖庭之中 对我们在座的众位都是大有好处的 他所带来的生命能量层次 恐怕只有当初的术祖才能比拟 我们有证据证明 他是蓝金术族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了术祖传承的族长 他这话说的没有一丝模棱两可 直接表达的就是权力支持 听了天阳天金皇的话 众位金怪族的皇者都没有开口 天阳低音这两位的意思 基本上就能够代表日臣帝国的意见了 不死兄你说呢 天狐大妖皇转向不死大妖皇问道 不死大妖皇审生道 刚刚我作为裁判 深切地感受了他们双方的碰撞 天阳兄说的没错 从规则上来看 我们是不能阻止纪淼淋如此参赛的 但是剑淼淋的生命领域与那凶龙的毁灭之力 相辅相成的情况也确实是超出了所有预判的 这二者的结合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循环 生命与毁灭的力量在彼此循环中飞速的增长 刚才的比赛应该还不是他们所能展现出的极限 但这样的状态对他们来说也未必就是好事 时间长了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从而产生破坏性的变异也不好说 毕竟 这两种属性能量的结合有点刀尖上跳舞的味道 其中是蕴含着一些不稳定的 一旦这不稳定爆发 那么 恐怕我们的防护罩 甚至我们这些黄者都无法确保比赛场地的安全 本次大赛 前来观战的都是各族精英 要是真的出现了这种威胁到全场的情况 不但尽秒灵和凶龙必死无遗 而且很可能会造成生灵涂炭的局面 所以 还请各位从这方面出发来着想 我认为还是要有所限制的 不然的话 一旦危险出现就来不及了 当然 既然是我们修改了规则 也必须要给尽秒灵一些补偿 听了不死大妖皇的话 天狐大妖皇不禁眼睛一亮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啊 违背祖庭之前制定好的规则 确实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 哪怕是妖怪族这边黄者更多 但如果是触动规则 很多黄者还是会犹豫的 但是 不死大妖皇却从另一个方面阐述了必须要限制的原因 这就有沟通的余地了 生命之道 这本来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结合 其不稳定从凶龙原来的疯狂就能看得出 一旦凶龙突然发疯 生命之道产生紊乱而爆炸 那么 会死多少观众 不死凶所言有理 安全确实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 天狐大妖皇说道 我同意 略天大妖皇淡淡地说道 按摩大妖皇立刻道 我也同意不死免下的意见 安全很重要 同意 金凤大妖皇跟上说道 他一向是和不死大妖皇穿一条裤子的 不死大妖皇怎么说 他当然要跟上了 白虎大妖皇坐在自己的休息室中 嘴角撇了撇 心说 你同意个屁 那是你女儿最爱的人 同意 蒙马大妖皇说道 众位大妖皇之中 还没有表态的就圣白虎大妖皇和贱圣大妖皇这两位了 天狐大妖皇的神识立刻就传了过来 向白虎大妖皇做出了询问 我保留意见 白虎大妖皇淡淡的说道 天与帝国利益一致 他虽然知道金凤零就是唐三 但在这种时候 他也不能跳出来公开反对 那就太明显了 立刻就要显露出他和金凤零之间的关系了 我也保留意见 剑圣大妖皇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一共八位大妖皇之中 此时事务未同意 两位保留意见 哪怕是天狐大妖皇不表达自己的意思 也很明显了 天阳天金皇沉默了一下 他也确实是没想到 不死大妖皇竟然会从会场安全的方面令皮西径找到了突破口 而且对方说的也很有道理 如果真的出了安全问题 那也会有大麻烦 这场大赛也就不用继续下去了 这是双方都不能接受的 天狐兄 不死兄 我想问一下 如果不让他动用凶龙 就相当于在他没有违背规则的情况下直接将他淘汰出局了 那么 给什么补偿 直接给一个沾黄之位吗 天阳天金黄淡淡的说道 他的语气之中虽然没有情绪波动 但话语中的不满却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种时候 哪怕是和不死大妖皇关系亲近的梧桐天金黄都不敢多说什么 当两大帝国的利益碰撞的时候 他们都必须要站在自己的国家这一边 不能因为私人感情而影响到这一点 第1040张补偿 不死大妖皇审生道 我认为可以在参加循环赛的同时 额外给他两个胜场作为补偿 他目前已经拥有了两个胜场 再加两个胜场就是八个积分了 后面他还有六场比赛 在这种情况下 他最少只需要再赢一场到两场就能确保一个出现名额 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不小的 同时祖婷也需要退还他拍卖凶龙时所花费的紫金币 凶龙他可以继续持有 不知这样 天阳凶觉得如何 退钱加补偿胜场 不死大妖皇显然是早就想好了这个方案 甚至是天狐大妖皇也默许的 八个积分确实是非常有力的 但后面 季秒龄如果一场都赢不了 还是要被淘汰 但只要赢一场以上就有机会进入决赛 天阳天金黄心中暗暗盘算了一下 沈声道 蓝金数足不擅长战斗 这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拿掉了凶龙 他就算已经有八个积分 我看也没什么用 不死大妖皇沈声道 但如果再多给 对于其他选手确实就不公平了 本来现在其他选手应该也是对祖庭这次的规则很有意见的 天狐大妖皇道 既然大家各有意见 不如这样 我们把静秒龄组长请过来 询问一下他的意见如何 然后在最终决定 可以 不死大妖皇沈声说道 可以 天阳天金黄也同意了 在他心中 静秒龄金四鬼 他自己想要什么 让他自己来说就是了 很快 唐三就被带到了皇者休息区之中 这边的每个休息区都是每一位皇者专属的 他才来到这里 就被皇者们请进了祖庭议会大厅 也就是有众多皇天柱的地方 感受着众位皇者的注视 唐三先恭敬行礼 静秒龄见过诸位勉夏 不知诸位勉夏找我前来有何事情 什么叫明知故问 他这就是了 那意思很明白 我全都按照规则参赛的 你们找我干嘛 天狐大妖皇道 今天你的比赛我们都看了 你的情况确实是比较特殊的 首先 祖庭认可你是在符合规则下参赛的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但是 因为凶龙的特殊性 祖庭这边却有些担忧了 还要请进组长多加理解 作为祖庭主事的皇者 他的语气已经尽可能的温和了 唐三恭敬的道 勉勉夏明氏 天狐大妖皇道 之前你在比赛中与凶龙相互配合 以生命之力和毁灭之力相辅相成 从而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 那生命之力威能很强 战胜了对手 但同时 这生命之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稳定 一旦控制不当 就有爆发的可能 从而威胁到所有现场观众 这是我们所担忧的 所以 我们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之中 不再使用凶龙 以确保比赛的安全 祖庭相对的会给你一些补偿 你看如何 唐三愣了一下 他原本以为祖庭是无论如何都要强行 让自己不在比赛中使用凶龙 然后给予自己一些补偿的 却没想到对方还找了一些理由 看起来天阳天金黄没少为自己说话 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低下了头 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 天狐大妖黄也没有催促 只是眼神平和地注视着他 片刻之后 唐三叹息一声 道 祖庭如果不想让我在战皇之战上有所作为 那不如我直接退出吧 听了他这句话 天阳天金黄都不禁眼睛一亮 好一招以退为进 虽然他是一城之主 但在祖庭众位皇者面前 他这点地位就不算什么了 如果和祖庭应典 就有不尊重皇者不尊重祖庭的问题了 必定会被所有皇者产生恶感 但他那一脸无奈 甚至是带着委屈的表示尊从祖庭意思 更是直接选择退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就非常巧妙了 至少会引起金怪族这边同仇敌忾的感觉 让众位天金黄要站在他这边 毕竟他是日臣帝国的城主啊 天狐大妖皇摆摆手 道 我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晋组长能够参赛 为本次战皇之战增光不少 刚才我们也商量过了 为了保证对你的公平性 也补偿你 可以直接给你额外两个胜场的积分 如果晋组长能够再赢一道两场的话 那么就很有可能进入最终的决赛了 同时 你在拍卖凶龙时候的所有花费都退还给你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提 给两个胜场的几分 加上退钱 这已经符合了唐三之前对于补偿的猜测了 而且 听天狐大妖皇的意思 还可以商量 两个胜场 自然是无法保证自己出现的 这方面肯定是要对其他选手显得公平才这样做的 但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光明龙王徐安宇已经答应过自己 要在与自己的比赛中认输 那么 这样一来自己直接就拥有十个积分了 取钱三名的话 基本上已经没什么问题 而且 这样的好机会可不能放过 是你让我提想法的 唐三表面上流露出犹豫之色 又陷入了沉默 足足半晌之后 脾气有些暴躁的猛马大妖皇忍不住道 有什么话你就说 外面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我们也没工夫跟你这儿搬误 唐三抬起头 看向天阳天金黄的方向 见他鼓励的向自己点了点头 唐三这才到 天狐冕下 诸位冕下 这次战黄之战本来是一场比武招亲大会 既然祖庭希望我不用凶隆 我可以遵从 但我这次的目的本来也不是战黄之战 我也没想过自己能够占据一个皇位 但我对孔雀妖族的美城主请有独钟 不如这样 我直接退出比赛 但请诸位免下替我做主 允许我赢取美城主 如何 参加这次战黄之战 唐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彻底解决自己和美公子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个条件祖庭能够答应 那他真的可以不参加后面比赛也无所谓了 至于成黄 等到未来后继勃发之下再说就是 不行 不死大妖皇几乎是脱口而出 金凤大妖皇只是比他慢了一步 嘴都已经张开了 不死大妖皇的突然否定 顿时令其他皇者们都是一愣 下意识地看向这位天与帝国实际上战斗力的第一强者 不死大妖皇也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些过激了 但却面色如常的道 这次战黄之战的由头就是比武招亲 直接让你取了美城主 那不是就相当于宣布你赢了吗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 对美城主有益的也不止你一个 吕诺与你 让祖庭如何向其他参赛者交代 合情合理 唐三又陷入了沉默 脸上的表情却更加落寞了 天狐大妖皇看了不死大妖皇一眼 他们之间是有默契的 但刚刚不死大妖皇的断然否决让他也有些惊讶 这不像是这位老伙计的风格啊 而且直接否决的如此坚决 顿时让场中的气氛变得不好了 日臣帝国那边的众位天金皇 此时脸色都显得有些难看 天狐大妖皇看着唐三 道 禁组长 还要请你再换个条件 组庭会慎重考虑 唐三还是沉默